大家好,我是叶飞 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做镂空3D的一种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没有用到截取 首先我们需要把 我们做了一个平面的这种镂空网格 这个全部都是网格物体 等一下我们用6.0的细分把它弄成曲面 这个是我们要把平面的东西 要弄到这个鞋子的这个行动上面去 我们用到了变形控制器 首先我们创建一个变形控制器 右键 这个是创建的这个控制点点数 确定 选取底部的 选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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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求比较严格 它的曲面方向 必须要统一 曲面的这个UV方向 必须要统一 到时候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 我这个文件的这个曲面方向 好 我们的这个变形控制器做好了之后 然后我们需要 把平面的这个物体 弄过来 怎么弄呢 我们首先也是创建一个 变形控制器 创建一个平面的 我们一开始用的是 X方向10 Y方向是30 这里是5 好 创建完这个变形控制器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 两个流动过来 哪个流动 用这个新旧变形控制器流动 选取 基础的变形控制器 再选取目标 控制器 好 这个就挤压过来了 大家 现在着色 看一下 然后因为 它的这个是网格物体 所以我们把它生成这个 呃 s ubd from 啊 我们把它生成这个 呃 生成这个 圆滑的 稍稍等一下 好 已经生成好了 呃 我们把原始的 删掉 啊 我们变形控制器 也删掉 我们再找一次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形成的 用 for 做的一种 镂空方案 呃 这个 形状呢 这个走向 实际上可以根据曲面的 这个 弧度来 好的 这个 视频呢 就 介绍到这里